众所周知,自古以来贪污犯那是屡禁不止。 封县时代对贪官的惩罚,不可谓不严厉,可是让人惊讶的是, 即使是残酷如凌迟销售,抄家灭族,还是挡不住官员的腐败。 在新中国成立之后,落马的贪污犯也数不胜数。 其中不乏一些美女贪污犯,今天我们就来说说, 新中国成立后,中国最年轻的女贪污犯刘一平。 提起刘一平这个名字,现在人们可能不太熟悉, 但这个名字在九十年代几乎家喻户晓。 刘一平,广州白云机场售票员,因贪污55万货罪, 方款全部追缴。 1991年被处以死刑。 当时她年仅23岁,这是当年留下来的。 在刑场上,刘一平被采访时的照片。 当判决书下达的那一刻,很多人仍不敢相信这是真的。 毕竟她才23岁,正值风华正茂。 人生的黄金年龄,毕竟她才大学刚刚毕业, 踏入社会才短短几个月。 毕竟她的出身也是根红苗正。 父母都是文化人,受到过良好的家庭教育。 然而她血人赃,并获成了贪污犯。 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以来被处决的最年轻的贪污犯。 刘一平从小就聪明伶俐,一直都是备受赞扬的好学生。 小学到高中,一直在当地人人羡慕的重点学校读书。 不仅如此,刘一平的克余爱好也非常的广泛。 喜欢画画,喜欢唱歌,喜欢跳舞,喜欢写作。 她仿佛是受到了艺术之神的建顾。 仅仅在高中时期,她在校园作品比赛, 短期小说创作等等的文学比赛中, 就拿到了各种各样的奖项。 并且在高中晚会期间, 她还担任过主持人和表演嘉宾。 后来她的老师回忆到, 她的主持和表演,给大家都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。 大学毕业之后, 因在校的成绩优异。 她也被分配到了民航广州管理局运输公司工作, 先后担任职机员、售票员和收款员。 直到今天, 在民航局工作, 也是一份非常令人羡慕的工作。 用今天的话说, 刘一平应该算是人生赢家了。 然而命运弄人。 出生社会, 离开了校园的那片净土。 刘一平常常听到一些负面的事情。 经常她的一些同事们, 在她的耳边说道, 这个亲戚的领导公款吃喝, 那个亲戚的领导, 更是用公款装修房子。 这些小道讯息, 给她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冲击。 俗话说得好。 千里之低。 溃于乙学。 人生的巨变, 往往起源于那些小小的契机。 据采访过刘一平的记者周小锦说, 刘一平被枪毙的罪名是贪污。 她主要通过改机票, 把国内航班改成国外航班。 人民币变成美金。 一个人变成几批人。 通过这样的方式, 套人民币和美金。 她犯罪时, 正好是两院通告的时候。 司法部门的人说, 她是顶峰作案。 后来在狱中, 她给自己丈夫写了一万多字的信, 才把她的内心世界展示出来。 有钱是使人羡慕的、尊敬的。 至于钱从何来? 仿佛并不重要。 有钱就有本事。 人为钱此。 鸟为食王。 现实社会中不是大有人在吗? 我现在有很多钱。 可辞掉工作。 去做我想做的事。 我要想办一间工厂。 三四十万足以。 要有先进的装置和科学的管理水平。 并要制定一套缜密严谨的规章制度。 成为一个新时代的资本家。 由我出笔钱与修经营生意。 我有条件拿出一笔钱。 布置一个舒适的环境。 让父母度过幸福的晚年。 刘一平被判处此行后。 留下了遗书。 人生是一种际遇。 是一种不复再有的邀请。 应邀来到世界上自由生长了七千七百多个日夜。 活住的时候。 有知有觉。 不知多少天以后。 我会被它重新收回。 让留下的白发。 人类眼望晴空。 挨淫住寻找我的影踪。